秋季要養肝一年並不佔 中醫教你這樣做 養好肝命更長 現在關注中醫養生的人是越來越多 總想吃點中藥補補身體 但是很多人是只知道補腎 往往忽略了肝 其實養肝對人來說也同樣重要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肝的功能 你就知道了 中醫認為肝的主要功能是輸泄和主藏血 輸泄的是啥呢 首先是膽知 所以說肝不好的人往往消化功能會出現問題 另一個就是輸泄氣機 保證人體氣機通畅 如果說肝氣不輸了 就容易引起氣血運行失常 另外中醫認為肝還給我們的眼睛 筋脉 指甲提供營養 所以肝學不足 還容易有眼睛肝涉 看不清東西 腿腳 愛抽筋等問題 我為什麼說秋季要養肝呢 中醫認為人和自然是一個整體 秋季在人體對應的是肺脏 所以這個時候肺氣比較旺 秋和肺都屬筋 而肝它是屬木的 從五星來看 金克木 所以說秋天肝氣是比較弱的 要注重養肝 秋天的天氣我們知道 最大的一個特點是肝燥 我們的肺屬於膠脏 它通過呼吸道跟外界相連 很容易受到秋燥的清晰 出現咳嗽 嗓子疼 口唇乾燥 流鼻血等肺燥問題 我們說了金克木 肺一出問題 它就容易找肝的麻煩 所以說秋天養肝的第一步是先把養肺養好 比如說可以多吃點滋陰 潤肺的 要食童鹽的東西 像是百合 麦冬 蓮子 银耳等等 症狀比較明顯的 可以用一些清肺潤燥的方子 比如性酥散 或者是喪性湯 肺的問題解決了以後 再來養肝就事半功倍了 根據你的情況 如果說天天悶悶不樂 肝氣愈致的人 可以參考一個逍遙丸 總是眼睛乾澀 看不清楚 還手腳抽筋的人 多屬於是肝血不足 可以參考一個龜韶帝皇丸 還有的人是經常口肝口苦 大腿根還容易潮濕臊癢 有意味 這多屬於是肝膽師 可以參考一個龍膽蟹肝丸 當然了 這裡說的中程藥只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方便大家理解 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 中程藥必定適合所有人 如果你有需要 就在專業醫生的指導下用藥